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卫明律师事务所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2022年谈美国绿卡和移民签证面试信息 那我们在录制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是2022年的3月初 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还在进行之中 那我和我们在新闻里看到的很多人一样 穿上了和乌克兰国旗配套的颜色 蓝黄两色的服装 这是我能够找到的最接近的服装 作为一点微博的支持吧 除此以外呢 那我们在这里承诺说 如果我们的观众啊 你看到了我们的视频 然后呢和我们有相近的立场看法观点 然后呢在你的比如朋友圈呢 这个华人的观众几乎每个人可能都有微信 如果说你在你的微信朋友圈发布了 这个反抗侵略或者说指责侵略者 或者类似的像这样鼓励抗争的这样的文章 那么截图发给我们啊 作为相应的这个感谢啊 这个鼓励支持 那我们会发给你这个关于绿卡 或者移民签证申请的cover letter 和相关信息 或者呢帮助解答相应的问题 好那我们下面继续讲 关于美国绿卡和移民签证的这个申请的面试问题 首先呢就是什么样的人需要面试啊 这个呢移民签证 那是在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这个呢原则上所有的申请人都需要面试 那在美国境内办理绿卡呢 这个I-485过去在川普时期啊 曾经试图对每一个申请人都要面试 后来呢川普下台以后 这个政策也就被废止了 那么现在呢一般来说 根据我们的经验和观察 对于亲属移民 差不多所有的人都需要面试 这个职业移民呢 那大概有一大半的人可以不需要面试 那职业移民里什么样的人会被挑出面试呢 这个case by case啊 因人而异 但是一般来说呢 比如说这个人他如果曾经换工作比较多 有挂靠经历 或者说曾经是党员 或者说曾经有这个较长时间的身份gap 或者有别的特殊的问题 比如说违法经历等等啊 那有可能会被挑出来要面试 当然也有其他一些人呢 就是没有特殊的原因也被挑出来面试 这个也是有的啊 那么为什么要有I-485这个步骤 为什么要面试呢 就总体来说呢就是一个背景调查 对吧 那大家知道呢 世界还是日趋动荡 对吧 那从美国移民局的角度来说 他对于申请人也需要有这么一个研究 确认啊 这个办485办绿卡办移民签证的人 确实是申请人本人 材料是真实的 这个人没有违法记录 犯罪记录 不是间谍 不是对美国安全的威胁 对吧 说起来很普通 但是呢 这个routine的步骤 也还是必须要有 那么此前的 比如说I-130 IA-140 I-526等等 这些申请啊 都是qualification I-485或者移民签证呢 是background check 那么一般在什么时候 做这个面试呢 如果在交了I-485以后呢 一般是在申请批准以前 移民签证呢 也是类似 更多的呢 可以参考我们在美国攻略网站 和我们微信公众号 每本每高留学指南 上面的具体信息 一般来说呢 这个都是申请的最后一步 在面试以后呢 不久申请就可以得到批准 那在我们新卫名律师事务所呢 作为律师 比如通过电话 最近呢 参加了很多 这个客户的I-485面试 此外呢 这个移民签证 在广领馆的面试呢 它是不允许律师陪同的 这个有一个美国法律 Dual Process方面的情况 如果你已经在美国境内 可以有更好的protection 但是呢 在境外就不一样 那但是呢 这个广领馆的面试呢 我也可以在面试以前 帮助申请人来准备 这方面的一些关键的问题 材料 这个提出建议 那在面试的时候 需要带什么样的材料呢 经常有人问 这个呢 我们有一个英文的视频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是关于I-485面试的 我们在这里呢 再简单的着重说明一下 这个比如说呢 你收到的面试通知 这个呢 所谓英文叫cover all 它就是所有的都包括各种scenario啊 就像这个电器说明书 为了效率起见 它可能就把 几个型号的 这个产品放在一块 提供一个说明书 所以呢 你收到的那上面的 这个材料的例子呢 不见得你自己都需要 比如说 最常见的例子 对于职业移民 那么一般来说 就不需要这个财力担保 I-864 经常有人问我们 说我是职业移民 为什么我收到了 要这个材料啊 我到底要不要带去面试啊 不需要 这个是亲属移民的 但是移民局的通知 是统一印制的 所以上面就各种材料都写了 那么对于 你要去参加面试 常见的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呢 那首先你要证明身份 是本人 对吧 需要出身公证 个人的证件 ID等等 这些护照 签证 I-94 别的呢 那如果你人在美国需要证明在美国的 过去的移民身份经历 所以比如说你的I-20表 DS-2019表 你过去的来自移民局的收据批准书 还有呢 这个签证I-94 如果说在美国上学 有的这个毕业证书 成绩单等等 那么证明个人的经历 那如果是在美国境外呢 那你也需要提供 比如说中英文的详细简历 如果需要呢 我们这里有这样的样本啊 格式啊 说明啊 然后呢 还需要这个个人的其他一些背景情况的说明啊 那这个在移民签证方面呢 这一点可能有极重要一些 比如说呢 呃 坦率的说 有一些申请人 如果过去是体制内的啊 工作的或者是央企的国企的啊 像这样的呢 有的时候那呃 这个广领馆呢 在发给他移民签证以前 可能会有更多的背景调查来确认这个人的身份 这个对于普通人来说呢 其实可以不成问题 但是呢 那你要准备好就一样的这个流程 还是需要做 那你要提供相应的材料 那面试的时候会问到什么样的问题呢 呃 这个呢 在对于艾斯巴我来说啊 啊 那么一般来说呢 表格上有一些routine的常见的问题 这个我们以前也讨论过 还有呢 就是关于个人经历的啊 过去历史的问题 然后呢 还有呢 就是一些比较特殊的 比如说对于来自中国的人 是否曾经是党员啊 或者是担任过什么样的职务等等 这个对移民签证申请的呢 尤其重要一些 像前面我们提到 如果说曾经有体制内经历的人呢 最近我们看到 当然这个还是有不少人顺利的直接通过 但是另外呢 也有一些人遇到所谓叫check 或者administrative processing 就是说呢 呃 在面试以后呢 事情没有直接批准 被要求补充材料 呃 补充这个人过去的 呃 这个工作历史 呃 经历等等的一个 呃 延伸的背景调查吧 呃 那一般来说呢 在完成了这些 在提供了合适的 合理的符合个人情况的材料和说明以后呢 还是可以顺利批准的 我们也有若干客户是这样的 包括在中国 比如说曾经是党员 但是呢 呃 他是专业人士啊 并不是政治活动家 是吧 那这个和我们讨论了以后呢 这个在我们的帮助下准备了对个人情况的说明 然后也顺利的取得了批准 啊 那这个是关于面试的时候问到的问题啊 那这个是关于面试的时候问到的问题啊 一般来说呢 这几部分 如果是对于这个 这个绿卡和移民签证的申请 主要一个是 你是谁啊 你有什么样的过去的经历背景 还有呢 呃 尤其对于移民签证的人 你为什么要到美国 对吧 那比如说联合国的人权宣言 是吧 这个允许 呃 世界各国人民有这个自由的移居啊 这一点呢 可以作为一个理由 当然还可以有个人方面的理由 比如说事业发展 家庭生活等等啊 那还有呢 就是你为什么符合此前的条件 不管是职业移民 亲属移民 你为什么符合移民的条件 这个呢 呃 在面试的时候 有时候还会简单问到 需要个人陈述 表明啊 说明 这个 还有就是今后的打算 比如说呢 485啊 你拿到利卡以后的打算 对移民签证来说呢 这一点可能更重要一点 更常见一些 更多问道 比如说你拿到利卡以后 准备在美国住在什么地方 准备从事什么工作啊 准备过什么样的生活 有什么打算啊 这个呢 也要相应的说明 那这些呢 是关于面试的时候的问题 需要的材料啊 等等 如果说你是亲属移民 那你要带上这个亲属关系 证明的材料 如果说是职业移民 那么也需要带上 比如说雇主支持 或者个人符合 杰出人才 或者恩爱达 不留国家利益豁免 这方面自主申请的 职业移民的 相应的材料 证据 那这个是关于面试的一些基本的信息 像前面提到 我们新闻名律师事务所呢 为很多的客户 已经有上千的来自中国的专业人士 各类的移民 取得了这个绿卡和移民签证的批准 我们有丰富的经验 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呢 可以联系我们 那么如果在I485面谈以后 没有直接批准 收到了RFE或者NOID 甚至申请被拒 或者在移民签证面谈以后 被要求补充材料 甚至移民签证被拒 那怎么办呢 这样的例子 还是时有发生的 那因为来自中国的申请人 基数大 对吧 数量多 所以呢 还是有不少人 因为各种原因 这个那个原因 遇到了这些问题 那当然你可以考虑 提交Motion重新开案 或者上诉 或者提交新的申请 这个都是可以的 我们也有客户 像这样取得了批准 或者如果你符合条件呢 也可以办I601豁免 这个呢 在我们的其他文章和视频里面 也有更详细的说明 那如果你有直系亲属 比如说配偶 父母 这个子女 是美国公民 或者是有绿卡 那么 你就符合 办I601豁免的基本条件 那其他的条件呢 参见我们的 其他的具体说明 比如说有的时候 你要表明 你不是对美国安全的威胁 或者如果你要离开美国 会对你的亲属 造成什么样的困难 Hardship 那根据我们的观察呢 最近看起来 I601比以前批准的快 也比以前更容易批准一些 我们已经为很多位客户 取得了I601豁免的批准 比如说 曾经有的申请人 在办理移民签证的时候 或者在办理绿卡的时候 被发现 说此前他办签证的时候 说为了来美国 为了让签证顺利批准 比如说他实际上是未婚的 他写的说已经结婚了 或者呢 这个人他有这个犯罪记录 比如说打架呀 或者是在超市的盗窃呀 或者是家暴啊 等等啊 像这样啊 那么这样呢 造成 他的申请呢 就没有顺利批准 那有的情况呢 只要说明情况解释一下就可以了 对于有的呢 没有被批准的呢 为了保险起见 如果符合601条件的 还是有不少呢 我们提交了 帮助他的这个申请人 提交了601申请 然后顺利取得了批准 可以参见我们 其他的这个专栏文章 微信公众号的文章 里面呢 有很多批准书的图片 和对case的说明 所以呢 这个还增加了更多的机会 我们有若干客户 是在申请遇到问题以后 联系我们 然后我们帮助他解决 取得了绿卡和移民签证批准 好 总体来说呢 这个视频我们讲到的是 2022年谈美国绿卡 和移民签证面试 这方面的情况 那在这个视频的开头呢 我们做出了我们的承诺 如果你有兴趣呢 可以看一下 可以联系我们 好 谢谢